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是我希望你跟我一樣期待的情色文學情色小短篇 我們自從上禮拜開始錄了之後我就覺得不錯我們這要做下去 所以今天這篇叫做Lover in the Mirror 鏡中的愛人 先透露一下鬼故事 OK 但是沒有令人害怕的地方我說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學習一下裡面有些什麼值得學的東西 所以他有個小標題 Something unexpected came with the old house 所以是一個老房子 那有個令人沒有被期待到的東西出現了 Something unexpected came with 的話就是不是出現 came with 就是他跟房子一起來了這樣子 就你買什麼就送了什麼的概念 所以 x comes with y 所以也就是你可能買了這個東西 結果也附帶了這個東西 OK 所以假設今天你 你買個房子結果裡面有水晶燈 然後你問他說這水晶燈能不能留給我 OK還是你要水晶燈要拆走 那他說不定會決定要不要買這個房子耶 因為你說不定就超愛這個水晶燈之類的 但這樣子決定還蠻白癡的喔 但 again說不定有可能啊 你要不要買這個房子 決定取決於水晶燈要不要送給我 所以你可能就問說 What does the chandelier come with the house? Right? So come with the house 所以這個東西會跟這房子一起來這樣 好很快的解釋一下 come with 的一個概念 好我們來先把它讀完 我們就來 再來解釋它 So先讀完 Female moans invade my dreams of late I wake hearing tapping on glass There's nothing outside the window Over here whispers her voice Lure me toward her I find myself staring into a mirror She appears Her face angelic Her body by Aphrodite Closer She begs When my fingers When my finger touches the glass Raw lust Consumes me Her hand protrudes the surface Grabbing my cock Her strokes are all-knowing The friction divine My cock explodes Painting the mirrored face With calm I blink Then gasp in horror Suddenly Trapped within the oval shape She smiles Free at last Jie Shu Wow! So powerful the story 來吧 我們看一下再說些什麼 嗯 他說有女生的一個夢 夢這個字就是 啊就是 聲吟聲之類的 夢 OK 一般就是 舒服的 說真的 夢這個字我很少可以想像就是不舒服 如果今天是 你跟一個女生出來 他用Scream這個字好了 甚至用Streak這個字 也有這麼一個字 他都是 啊啊啊啊這樣 OK 但是夢就是 OK好 OK 我不要學了 So female moons 就是女生的 聲音聲 就侵入了 侵犯我的夢裡 所以我 睡夢中都會聽到女生的聲音聲 Invade my dreams 這個of late就是最近其實 OK of late 我通常跟學生說齁 介系詞後面就是名詞 這個規則幾乎是沒有例外的 可是你看我取巧了 我說的是幾乎沒有例外 有沒有 還是有 OK還是有 這個of late 大概就是我唯一能想出來的例外了吧 late通常真的不太能夠說成這個名詞 可是of後面接late這個片語就真的有 OK of late 好你就記起來就是了 所以介系詞後面 多半接名詞沒有什麼例外 但有這麼一個例外在這裡給你看到 你看我製作影片製作了大概大半年了 是不是已經有一年了我不確定 應該還沒有 因為我要五十二 夜五十二個禮拜嘛 那我一個禮拜五集 超過兩百五的話 好像有欸 超過一年了欸 好anyway 所以這個 我做了這麼久 我強調就是 到今天我才終於看到of late這個用法 也就是介系詞接了一個形容詞的用法 非常特殊的 OK 這麼多的內容你看 一年裡的內容 超過一年裡的內容 到今天才第一次看到of late 我很肯定是第一次說 因為以前我如果說過的話 我一定有講過 會有印象 好anyway 所以最近啊 就有女生的夢 invade 我的dream 如果要講最近的話 有什麼lately 跟recently 也都可以就是 這是我們台灣人比較看到的 比較常看到的 好我們再看下去 醒過來 hearing tapping on glass 他聽到了 敲 glass glass是玻璃 聽到敲玻璃的聲音 那tap就是 咔咔咔咔咔咔 他之類的聲音 像我如果敲你的玻璃 敲你的門 都可以on 門可能是knock 這個字 但總之聽到tap 啪啪啪啪 如果可能是co-co-co 那真的是knock 所以可能真的是用pie的 tapping tapping on glass 那下一句說 there's nothing outside the window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下一個動作 先是看了一下窗戶 因為你聽到玻璃聲 你當然會想到窗戶 你難道會想到你的鏡子嗎 先不會吧 所以你先想到窗戶 看了一下窗戶 所以他少寫一句 我看了一下窗戶 沒有必要 短片故事不用講那麼清楚 所以他看窗戶的這句 沒寫出來 他直接說窗戶外沒東西 你看是不是很省智 這就是文學技巧了 so 再講一次 I wake hearing tapping on glass there's nothing outside the window 好再來 over here whispers her voice lure me towards her over here 我在這裡 所以whisper就是小小聲講 所以小小聲聽到小小聲的女聲聲音說 我在這裡啊 這個lure這個字 就是引誘 OK 所以引誘我走向她 lure me towards her I find myself staring into a mirror 所以我就發現我現在的狀況是 盯著盡著看 所以stare這個詞 就是瞪著 OK 我看到我自己瞪著鏡子 she appears 她出現了 所以剛剛那個tapping呢 就是鏡子的 而不是window right 然後他後面都用一些不是句子的方式來處理 我覺得也OK 文學的寫法嘛 所以 she appears 然後點點點 her face angelic 你要是認不出這個字 我不怪你 可是你總的就是angel吧 天使有沒有 所以angelic形容詞 她的臉天使一般 her body by Aphrodite 我有聽過這個字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唸法 在一些美劇裡聽到不同的唸法 那我也聽過這個唸成Aphrodite 可是我也聽過唸成Aphrodite 我也懶得考證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反正 大概你爽就好 她是誰啊 就是那個 希臘的美麗女神 就掌管美麗的女神 就是Aphrodite Aphrodite OK 也掌管情欲的 OK 所以像有一個 我看那個摩登家庭 Modern Family 他在這麼多的episode裡面 曾經有出現一次 就把這個字變成形容詞 那講的是就那個mitch跟cam 好對不起 如果你沒看的話 我有點抱歉 總之裡面有一對gay couple 然後其中他好像是 有一段是 好像是cam 他需要 就其實那個比較胖的那個gay 他說 他要去做一個什麼演講還是之類的 然後穿一個什麼衣服什麼之類的 然後mitch就跟他說 我覺得人家好帥喔 好性感喔 所以他就說 就穿著uniform的人 還是就有權力的人 會讓人家覺得很 Aphrodite OK 所以他有一個形容詞 我來找找看找不找得到 Aphrodite Yeah 就這一個 OK Aphrodisiac 春藥你看看 OK所以剛剛講 所以這個 Aphrodite 他這個女神掌管性 掌管美麗 什麼這些的 OK 所以Aphrodisiac 有這麼一個詞 好酷 OK 所以再回來這裡 好所以 他的臉 他的身體 很有情欲 大概是這樣意思 closer shoe bags 靠近一點 他求我 she begs 還是那種一個動詞 When my finger touches the glass 當我的手指摸到玻璃的時候 然後 就一股 很原始的 很raw的 raw就是深的 就是沒有煮過的 叫做raw OK 所以一股很深的很 然後lust 就是欲 情欲 所以raw lust consumes me 我整個人就被情欲給消耗掉了 consume就是把 就什麼東西給消費掉 消耗掉了 所以consume這個字 用在這裡也是非常生動 我認為 OK 所以這個lust 就consume了他 her hand protrudes the surface 他的手 protrude就是 凸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他的手 從玻璃出來了 OK 從鏡子出來了 所以 protrude Portrude這個時候 用在一些其他地方 我們就 反正我們在講英文吧 我們都講一些其他 人生中會看到的詞 例如說假設 我有爆牙好了 那如果爆牙 你就會說你有 protruding的 opper teeth protrude 那還有像例如說 有的人下額特別出來 那也可以用 protrude這個字 沒問題 OK so you have protruding jaw 那還有 男生可能有肚子 那你也可以說 這隻 protruding belly OK 還有像是那個 椎鍵盤突出 他就可以是 protruding disc 這樣子 disc protrusion 這樣 好所以 protrude這個字 就凸出來這樣子 他的手啊 就從這個 表面 這個玻璃的表面 就出來了 grabbing my cock 抓到我的 雞雞這樣 grab這個字 應該沒問題 抓到他的雞雞 然後下一個 和strokes 這stroke就是 磨 像我的手臂 我這樣子 這個就叫做stroke I'm stroking my arm 那你就可以想像 這是這個動作 OK all knowing的意思就是 很懂 所以很懂的怎麼摸 the friction divine 你知道在摸的時候 會有一種摩擦力有沒有 所以他 他描述的也還是非常 他剛剛的臉 非常的angelic 然後他這個 這種摩擦感 神聖一般的 divine這個字 OK divine就神聖 OK 我講一個常聽到的 生活中的一個片語 就是我們說 要是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 彷彿如有神機般的 順利的完成了 像例如說 I don't know 你買了一個 你一直買 樂透都沒中 結果突然間有天中了 那你可能就說 哇 this is divine intervention 這例子好不好 我介紹的總之就是 divine intervention這個詞 他就可以被理解為就是 神介入了一件事情 intervene就是 插入 不是插入 就介入 抓手的概念 所以divine intervention 大家就會用在 今天這件事情的成功 一定是如有神主般 所以divine intervention 好 divine是神聖的 不管 所以他的friction 簡直是很divine 神聖的 my cock explodes 總之他就 噴了 OK 所以他用explode這個字 當作一種 比喻性的說法 我們不意外 不會不OK painting the mirror face with calm 所以 cum這個字就是 射出來的東西 然後就塗 把那個 鏡子裡的臉 鏡子中 反射的臉 就塗了 簡直就顏色他了 好你懂意思 這樣就好了 下一個畫面 他砸了一下眼 I blink 然後接下來 砸完眼之後 他就gasp 這個字我們不是沒有看過 他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 OK 所以 我都覺得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動詞蠻生動的 gasp 他的發音很快 就很像你倒抽一口氣很快一樣 所以 然後 in的這個解析詞就是狀態 那 這個字不要把它唸錯 他不唸作 horror 你看我們剛剛有 鏡子這個字 我也沒有特別跟你講 我就要等到現在才整理可以看 鏡子跟恐怖 他的發音是很像的 都是or結尾 那我要強調 這都是耳朵的耳的那個音 er 所以鏡子 mirror 可怕 horror 所以你不要唸成horror 也不要唸成mirror 都沒有roar的音 聽懂的意思嗎 沒有roar 就是er horror mirror 這樣就好了 聽起來很奇怪 並沒有奇怪 mirror horror OK I blink then gasp in horror horror OK sutently trapped within the oval shape 所以突然間 他就被鎖在 困在這一個 橢圓形裡面了 你知道鏡子嗎 可能橢圓形的 所以他一眨眼 然後就 然後就 困在這個橢圓形裡面了 他就微笑了 she smiles free at last 這at last 就終於 最終 我們大家可以想像這個故事 就是一個抓腳踢 所以 我弄到你射 射到我臉上 你跟我對調 困在鏡子裡了 拜拜 我就不知道這男生要什麼 要用什麼方法 來騙一個女生 或者騙另外一個男生 來跟他做交替了 這男生他永遠困在鏡子裡了 好anyway 所以你大概 懂這個故事了齁 酷太棒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其實很好 很有趣 雖然說梗 可能有點老梗 但是 但還好 而且他也留在最後這個punchline free at last 終於自由了 OK 所以終於自由了 終於自由了 這樣子 OK 所以at last 你把它翻成終於也不錯 OK 好 我們有沒有時間來複習啊 應該有吧 複習時間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講過一些什麼字 something comes with something 所以你買了y x跟他一起來 我剛剛覺得是 像chandelier 就是那個水晶燈的例子 so the chandelier came with the house OK 好 然後夢就是 喔這樣子 你大概懂了 那scream跟shriek 都是阿阿阿阿阿 比較慘的 of late 是最近 lately跟recently 也都是最近 lure 勾引過來 應用你 ok stair是凳 angel 是天使 他剛剛說他的臉 像天使般angelic face 可以齁 RAW就是很深的 很原始的 很RAW 那他剛剛講的是 把兩個放在一起 RAW LUST LUST就是慾望 可以 所以慾望 淹沒了他 把他給吞噬掉了 還是要吞悟 我不知道能怎麼唸 總之consume了他 OK Portrude是突出 剛剛舉過一些例子 例如說 肚子突出 例如說嘴鍵盤突出 牙齒突出之類的 Portrude OK Grab是抓 他抓他的雞雞 他的這個摩擦的感覺 神聖般 那個摩擦叫friction 你知道 在物理課裡面會學這個字 就是摩擦力的意思 OK 可是也可以是用在另外一些其他地方 像包括說 你家裡有沒有一些friction 意思就是你家人之間 處得好不好 所以可能有人 比較客氣的問說 Has there been any friction at home 意思就是你家裡 家人附近 你有沒有跟爸爸吵架 這些的 家裡有沒有一些friction 還不錯齁 好 好 Divine剛剛說神聖的 Divine intervention 常常就是說 有神的介入 然後讓一件事情 成功了 大概是這樣子 OK Gasp是什麼 還記得吧 OK 就記這個動作就好了 OK 好 所以他這個 在驚嚇中倒抽一口氣 Gasp in horror 再強調是怎麼唸 Horror 鏡子 Mirror 今天的故事 Mirror什麼東西啊 我都有點忘了 這故事的標題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Lover in the mirror 其實他有點押韻 所以Mirror最後 然後終於 At last 所以什麼狀態 At last 就是終於這個狀態 OK Free at last 終於自由了 好 我們就錄到這邊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也希望你喜歡 我們的情色文學短篇 以後可以繼續做下去 因為我發現這網站上 好真的是每天都有人 做這樣的創作跟發揮 所以我這幾篇 已經算是幾天前的故事了 那我們這個一定可以繼續做下去 OK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